这头牛怎么突然发疯了 竟连自己的主人都不放过 就在刚刚 得知自己的牛夫人被主人噶了下管子吃的水牛 气势汹汹的就闯入主人家院子 要找主人讨个说法 水牛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为主人卖力的耕田 却换来的是牛主人噶自己的夫人当饭吃 心中瞬间火冒三丈 听到院外有动静的两位少主人就赶紧走出来瞧了瞧 发现是自家的牛静找上门来要报仇 赶紧就躲进了屋里 此刻的主人老爷子刚好从管子回来 嘴上还带着牛夫人丝滑的味道 他一进来就把大门关了起来 孝顺的儿子刚要探出头来 警告老爷子牛来寻仇的时候 见到牛立即冲了过来 吓得急忙又躲进了屋里 水牛猛的就朝老爷子冲了过去 一个牛冲天就将老爷子狠狠的顶到大门上 寿性大发的水牛将老爷子摁在地上 就是一顿摩擦 刚吃完牛夫人的老爷子差点又吐出来 幸好他命大 好不容易挣扎着站了起来 疼得他用手不停地揉着肚子 并一直挨压压地叫唤着 老爷子急忙跟水牛道歉 说再为你娶一个不行了 这个反正你也不稀罕了 可是水牛就是不肯 今天下雨休息正好能跟夫人过一下二人世界 没想到竟被你这糟老头给搅黄了 还没缓过神来的老爷子 瞬间一阵眩晕就瘫坐在了墙角 水牛顺势朝着老爷子的肚子就又顶了过去 妈呀 太惨了 老爷子不停地痛苦叫唤着 没想到这牛大嘴翻上来的味道更加可口 都舍不得吐就又咽了下去 水牛不停地问老爷子 到底将他的牛夫人卖到哪个馆子了 倔强的老爷子还是不肯如实招来 于是水牛在院里转了个圈后猛的 就又朝老爷子撞了过去 最后实在招架不住的老爷子 赶紧给水牛教了个十点 说你夫人就在隔壁村的老牛火锅店 并表示自己只吃了个牛大嘴 其余的都在冰柜冻着呢 这下完蛋了 得知牛夫人被卖到火锅店 水牛便火速赶往隔壁村 不过一切都晚了 火锅店里的两位小哥 已经把牛夫人消化到肚子里了 两个正商量要去哪里潇洒潇洒呢 而这时门外就传出一声匹夫哪里跑 还我夫人来 只见水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冲进来 直接把小哥顶飞到了房顶上了 这一幕直接把另一位小伙都给整猛了 当水牛把两位小哥都放倒之后 就在店里寻找夫人的下落 可是水牛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找到夫人的踪影 他哪只牛夫人已经被做成一盘盘一斤 只卖五百克的精致肥牛卷 得知媳妇已经遭遇不辞 水牛想死的心都有了 也非常懊悔 表示当初应该带着夫人浪迹天涯 而不是为遭老头子卖鼓励 于是水牛留下悔恨的眼泪后 便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无影无踪 上词 上词